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很困难 鸿海董作刘洋伟信心满满 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挑战 真的没再怕 因为鸿海的代工龙头地位 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喊懂 我们的竞争对手 他的财报不如预期 翻翻鸿海过去的发展的历史 那是必然发生的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鸿海帝国同样经过长久努力 对手刚起步难以相比 数据也会说话 负责iPhone玻璃背板的蓝丝科技 预估去年股东净利润下滑59% 组装厂力讯同样长到苦头 第三季净利润年减25% 加上耳机代工厂哥尔申学 三间公司财报亏损 也被外界戏称是苹果三傻 上游所谓用到的很多的一些零组件 不管是光学镜头 被动元件 美国或台湾还有日本的业者 这些基本上做一个串联 红色供应链还是完全没有办法取代台湾的地位 苹果执行长库克上任以来 布局中国市场借此压低成本 也让红色供应链濒临沉洒 但专家认为短期内红海依旧是苹果最大的组装伙伴 以旗下机壳厂红准为例 同时拥有制律以及不锈钢技术 加上CNC机组超过上万台 生产的iPhone机壳市占率高达六成 代工厂其实不只是生产 它其实还包括了怎么样让设计 能够搭配它整个供应链的管理 美系最大的手机供应商来说 需要由台籍的代工厂把它们去解决 红海代工的最大优势 就是完整的iPhone零组件供应链 从机壳镜头荧幕再到连接器精密元件 打造与苹果的共生关系 另外专家也分析 中国的红色供应链 若大量生产零件和难兼顾成本以及品质 这也印证了刘恩伟的这番话 做一件很容易 做一百万件又是另外一个 不同程度的困难 欢迎新闻惠弘益陈比珍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